你叮叮叮 大家好 我是Palma World Home Level 2的第十一期的学员 舒瑶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 到我这一次参加了一个九夜节期间的祭祀 梁花祖供奉 上市的梁花祖供奉 我经历了一系列很微妙也很神奇的体验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去分享 首先是从显化这个祭祀的钱财开始 就是这里有一个基础认知 就是做祭祀并不是一直以来我所以为的 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去跟神灵做交易 我给你这么多钱 你帮我消除这么多业力 你帮我得到一些订单之类的 完全不是这样 我这一次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认知 那就是你做祭祀的钱其实都是神灵给你的 那就是师父给你的 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去显化这笔钱 然后恰好我们的那个马卡拉萨老师呢 他就有这样开这样一个项目 就是帮所有想要参加祭祀的人扫描 他如何显化这笔钱 但我看到有一些人是直接就银行卡里可以显化出来 或者是工作上会有加薪显化出来 或者是需要从银行卡里去借贷这样子 我都觉得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子 但最终我得到的答案不是 我得到答案是我需要运用我的人际关系去显化这笔钱 我当时就蒙掉了 但是蒙掉的同时呢 心里面那种巨大的恐惧感 他也向我揭露了 这就是属于我个人的答案的这个事实 因为 我的生活中所有的不顺利啊 所有的不顺利 其实都来自于我没有办法开口 跟人求助 这个也是来自于就是原生家庭留下根源模式 这个就不多讲 但是我那段时间 当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当时真的是害怕到 我就不想要参加这个祭祀 但是呢 这么害怕的话 我就 我就 我就明白 这绝对是我一个必须要拿掉的卡点 那我就按照MK老师说的 嗯 就是去给我信得过的人打电话讲这件事情 就不去期待结果的话 只是去做这个 我总是可以的吧 幸好我去做了 我从第一个电话接通的时候 直接挖的哭出声来 就害怕 恐惧 各种各样的恐惧 各种各样的情绪淹没我 然后哭出声来 然后哭完了 就把他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到我第三通电话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就是非常品 就坦然的去告诉我的朋友 我现在想要参加这个祭祀活动 然后你 你能不能支持我 当然我是允许朋友拒绝的 嗯 对 所以说 这三通电话 我都 我都能感觉到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清理的 疗愈的过程 然后 这过程中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然后就会开始有朋友 嗯 开始给我转账 要给我100块 要给我500块 要给我2000块 就数字就随着我这个电话 打的次数多了 越多 然后我的这个清理的强度越大 然后通道就 仿佛就是内在的空间 就好像是以前我装着那么多的恐惧 现在恐惧出去了 随着我的哭泣和清理出去了 那金钱就进来了 而且这些给我钱的朋友呢 都不是我开口打电话的朋友 所以这个钱 就真的有一点就是 神灵给我的这种 这种感觉 然后到我打完三通电话之后 我没有想到第四个人 于是我那天 而且我也感觉我到了极限了 我觉得我的勇气已经完全用完了 那天我就非常诚恳的跟师傅说 我说师傅 我很想做这个祭司 那如果说 你真的愿意让我做的话 请你直接让这笔钱显化好吗 我就做了一个强有力的冥想 结果第二天 那个第一个开口要给我100块的朋友 他说 我们一起去做这个莲花族共享的祭司好不好 对他帮我出了全部的1008美金 也就是7000块钱 将近7000 就是那位我没有开口跟他要过的朋友 在第一天就要给我100块的那位朋友 他说当你拒绝我那100块钱的时候 我就不好意思跟你提了 但我现在感觉你内在空间敞开了 所以我又跟你提了 于是我们就很快乐的去做了这个祭司